有个朋友也是想买车股的 他说Tesla现在炒上了 例如Rivion或者Lucy那些 可不可以跟上呢? 很久没看Lucy了 我看了Lucy的价格多少 那需要先搭了Rivion Rivion我不搞了 Rivion我真的不太喜欢 Lucy我就相对会熟悉 但其实都是那些起步位 我觉得如果你说炒电动车 我还是炒回Tesla 之前Lucy是很厉害的 Rivion也很厉害的 但是那时候是生于牛市 生于是大家丧炒的时间 但现在很明显 就像巴菲特说的 有谁有没有穿泳裤? 很明显他们没有穿泳裤 完全是起步位 但是Tesla不是 Tesla相对来说还在高位 所以我觉得不要追落后 选择电动车的 你选择龙头选Tesla炒吧 但Tesla现在升到九字头的水平 很厉害的 你觉得需要等回一回才买呢? 你觉得强势可以 尴尬的 所以就是要动态 所以我昨天就是动态地 收拾他五六十元走了 因为你九字头去买 和你七字头买差很远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暂时 都是用hit and run的态度去炒 Tesla会比较好 不要想着我现在买 stronghold 我等他上1200元 转头震回到800元 可能你又怕的了 我觉得暂时动态地去炒 有户吃着 刮下刮下刮下 这样做 是 我记得有一天是pre market 我见过他是六字头 那天真的很惊讶 但去到这些 未必是很敢买的 大家也不敢买的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 股票升上来你就够买 跌下去你又不够买 所以真的要在那里做 现在的市场不是说 不断跌完就冲破顶那些 明显是在炒波幅 炒波幅的话 你就要用炒波幅的心态去做 炒波幅的心态